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你都可以在民族舞里面找到 我其实特别想把这些美的东西 透过舞蹈 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它 我叫梁安琪 来自澳门 今年22岁 目前是中央民族歌舞团舞剧团的一名舞蹈演员 也是我们舞团第一名澳门籍的舞蹈演员 很喜欢民族民间舞的这个表演方式 接触过的主要就是汉藏猛为潮 还有歹 个人的话我就挺喜欢歹足的 就是它的造型感比较强 用手各种摆 然后三道弯 线条感那些也比较优美 我自己也很喜欢新疆地区的五种维族舞 脸上的表情啊 小表情特别多 那种本土的风情 民族的韵味也特别有意思 大学考到了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表演专业 有一次我看了民族歌舞团一个舞蹈晚会 当时可能是大学三年级 台上的演员跳的哈尼舞的舞蹈 穿着一个木鸡 这么厚的底 动作还那么灵活 然后风格性也很强 当时我就觉得闪闪发光的感觉 澳门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舞的舞团 看完那场演出我就有一个想法 以后真的很想来这工作 袁安琪 这个首第二次不要从上面走 也是真的很荣幸很幸运吧 19年毕业的时候 就顺利地考到了这个团 我不是那种天生就瘦的人 刚进团的时候 可能身上就是真的是胖嘟嘟 因为舞蹈演员 首先得看你的外形 然后大家都很瘦 就可能演出的机会就会少 那没有办法呀 就只能是慢慢努力瘦下来 我寝室的人都知道 好久没出晚饭了呀 对于我们舞蹈演员来说 你想捡一公斤 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为了跟上演员的步伐 我经常看着他呢 周六周日 别人都在休息的时候 他会一个人默默地 在排练室运功 他不甘落后于人 我是三岁左右开始学舞蹈 小学那会儿 我妈妈就把我送到了 澳门演艺学院的业余班 选择的芭蕾舞专业 学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刚好那会儿专业班在招生 当时我爸是坚决反对的 他跟我说的话是 在这个世界上搞艺术的 是坠不赚钱的 在澳门学这个专业的人 是少之有少 记得有一年大学放暑假回家 我爸来机场接我 他说你那个快毕业了 到时候去赌场 给你找一份工作 当时我就都懵了 我就觉得我可能是 跟他缺乏了沟通 我没有让他了解到我在干什么 继续跳舞肯定是非常坚定的 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吧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 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很多人会问我 为什么你毕业了以后不回澳门呢 我觉得澳门整个舞蹈的市场 还不是很成熟 北京的话市场需求量很大 会有很多大型的创作 需要舞蹈演员 每年的冬季 国家大学院会有特别特别多的 舞蹈演出 非常的高精尖 那个时间我都得花很多钱去买票 在澳门的话 真的是比较难有这么大的平台 国家大学院就是我们舞蹈演员 一个艺术很高的殿堂 舞团占了我在北京生活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如果没有演出的情况下 我可能一周会去上一次书法课 也就是喜欢 然后想培养一下自己的业余的兴趣 多学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去教一教课 去教小朋友跳舞 我觉得就是从教学的过程中 所获得的那个成就感也是不一样的 今年六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澳门舞蹈四周年的展演 我就是表演了一个朝鲜族的舞蹈 我个人觉得我的演出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澳门的舞蹈发展的历史 不是说很长时间 然后现在可能更多人会以现代舞为主流 那场就我一个民间舞 我其实特别想把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 透过舞蹈这个媒介 带到澳门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它 去发现它的美 我们最近排一个苗族的群舞 它有些动力就是一直重复 这一堂排练课下来 你就是脖子会 特别难受 我就觉得其实这也是 舞者让人专敬的一个地方 为了给观众呈现我们最美的那一面 必须得把那些训练时候的苦呀 或者是你受的伤啊 都自己忍着 我现在二十二这个年龄 每天这么大汗淋漓 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吧 虽然说现在年轻人 不是都比较喜欢流行的东西吗 但是传统是永远无法替代的 我就是希望 假如说我回澳门了以后 我可以把各个民族的舞蹈 跟大家一起 特别是年轻人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觉得这是我想追求的 自己的一个小梦想吧 我希望 internacional 更好 交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